佛子天地游记 第二册 下篇 地狱见闻与地府听神 25 阎望殿前 憋草龟与花色 仅理三灵体现身说法 问 2019年2月21日 弟子魂体被带进冥界 地府来到阎望殿 判官压了三个灵体 在阎望殿等候弟子 一个灵体下身部位 是花色仅理的尾翼 上半身是人身样貌 另一个灵体 只有头部是人的样子 身体部位是一只鳖 还有一只草龟 低缩着头趴在地上 眼泪直流 判官 由于近日 管此区域的阎望也 事物繁忙 我被调来负责童子 以后魂游地府 听神案件的所有事物 判官 这是观世音菩萨 从阳间调来的龟类 及锦里灵体 让他们在阴间 现身诉说自己 堕落畜生胎体的前因 憋合草 归是你们心灵法门 于年十五元宵节 放生的龟类 憋 我还没头憋时 是一个宗教人士 在一所宗教场所 常常义务帮助当地居民 做祈福及驱邪消灾一事 过后见色兴起 在为妇女 做祈福一事时 假称女子 斜碎倾体 让性众喝下圣水 掺入兴奋剂 趁女子昏睡清饭 清醒后 我就警告他们 不可以告诉别人 很多受害者 因为不想让家人朋友知道 都会选择沉默 其中一个受害者少女 被侵犯后怀孕 无法隐瞒家人 实话告诉自己父母 愤怒的父母 上警局报案 我被警员捉拿 判有期刑罚 十五年 在监狱里 常常被狱中犯人 打得死去活来 死后 转头抱住地狱 被鬼拆拉去报大热铁 烫得我皮肉裂开 血肉模糊 痛苦不堪 一直呼喊上主救命 我知错了 地狱惩戒完后 就投生憋类 被渔民用网捕捉杀害 送去餐馆 被人食用 已经不知轮回 几世被杀了 草龟 我生前 是开水族馆的 售卖龟类生物 乌龟河鳖 给餐馆和宗教人士放生 死前 身上长了个大烂窗 到处寻衣问药 都治不好 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死后 转头地狱 让鬼拆 用刀把我杜长剖开 承借我售卖归类 给餐馆赚钱 导致他们被杀害 地狱承借完后 转头雾龟 讽刺的是被卖到自己开的水族馆 让人买去放生 草龟说到这里 忍不住伤心好哭 花色景理 民国时期 我是一个当地的富贵人家 上面有一个兄长 兄嫂 兄长为人善良老师 常坐布施 共复吃斋 由于兄长 常年在外奔波 我帮助兄长 打理家族生意 和照顾兄嫂 日子久了 我和兄嫂 有了不可告人的关系 府中仆人知道 实情也装聋作哑 一日 我兄长外地回来 发现我俩关系 我怕事情败露出去 混乱中 把兄长杀死 为了逃避罪责 把兄长埋在山林中 对外隐瞒谎称他 在外经商失联 过后 我变卖家产 到外地发展 把兄嫂接过来 和我一起 以夫妻名义同住 我兄长冤魂 去到阎王面前抱怨 拿了阎王指令上来 每天半夜 掐我脖梗 让我噩梦不断 精神颓废 一日 精神病发 在家中下毒杀害凶嫂 再吞药自尽 死后 在剖心地狱 被拆关 挖开心肺 承戒我 没心没肺 丧尽天良 地狱承戒完后 转头归族 做王八 一辈子趴在地上 不能抬头见人 归类受报完毕后 转头井里 养在一个寺庙中 每日游道 观世音菩萨的石像前凝望 恍惚记起 过往罪孽 在水中忏悔完后 又变回井里神石游走 如此投身畜生胎体 不知何事方能得人身 说完 判官让弟子返回阳间 梦醒 早晨八十多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2019年2月21日 答 很现实 像这种杀了别人 再自杀的 一般投这种 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自己知道 生前的事情 包括一条鱼 死了之后 都能知道自己的前世 为什么 骂人骂王八 看看自己前世 做的那些 男女苟且之事 下辈子让你投王八 抬不起头来 一倍姿头低着 所以不能做 那些不好的事情 报影如影随形 逃也逃不掉 你们自己 心里很明白 有的时候 自己倒一次没 就知道为什么 这事已经有 护法神告诉你了 很多人 以为没关系了 其实就是 菩萨在告诉你 很多事情 已经发生了 你心里很清楚 是为什么 就像你在单位里 被人家搞了 你知道 哎呀 我以前在某个地方 搞过他 骂过他 他一直气到现在 报应来了 所以人生在噪音的时候 一定要当心 千万不要 随便噪音 要如吕薄冰的 做人做事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 290 2019年3月2日 290年4月1日